11月21日,朝鲜成功发射万里镜一号军事侦察卫星,一扫前两次发射失败的阴蛮,韩国也不甘示弱,于首尔时间12月2日凌晨,在美国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发射首颗军事侦察卫星,随后,旨在防止朝韩双方出现军事误判的99军事协议,失去效力。 朝韩射星给半岛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如何破解半岛安全困境?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让我们共同追寻,感谢订阅。 朝鲜洲际导弹有了千里眼,对朝鲜而言,此次成功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可谓意义重大,这不仅表明朝鲜航天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拥有了第一颗自主可控的军事侦察卫星, 也意味着朝鲜的战略和打击能力得到大大提升。 在技术层面,这次发射成功意味着朝鲜拥有了自主可控的军事侦察卫星,这是其航天技术实力的直观体现, 通过这颗卫星,朝鲜可以更有效地获取情报信息,对敌方目标进行准确的定位和打击,进一步强化了其战略和打击的能力。 在政治层面,这次发射的成功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强有力的警告。 随着2019年朝美河内会谈破裂,朝美对话中断至今,朝韩关系也再次降至冰点。 朝鲜劳动党八大召开后,朝鲜恢复并加快了核武力建设步伐,并于2022年9月通过了核武力政策法令。 2023年9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正式将核武力政策写入宪法,进而从国内法层面确立了拥和自保的合法性,对外展现出朝鲜以和制和的强硬立场。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要订阅它,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接着往下看吧。 近几年,朝鲜加紧研发弹道导弹技术。 2022年以来,朝鲜使无前例地多次进行战略导弹试射,成功试射火星炮17核火星炮18周级弹道导弹。 最大射程可覆盖美国全境,标志着朝鲜拥有了远程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 不过,由于没有军事侦察卫星提供精确的定位导航,精准打击能力一直是朝鲜核武力建设的短板。 万里镜一号军事侦察卫星的顺利升空,提高了朝鲜的情报获取和态势感知能力,相当于给朝鲜的洲际导弹装上了千里眼。 补齐了远程打击体系的最后一环,从核武器到远程导弹,再到侦察卫星,朝鲜基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精确打击和反击体系,初步具备了核武器远程投送和精准打击能力,对美核遏制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从朝方刻意放出消息称,侦察卫星拍摄到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等重要目标,可看出朝鲜射星的主要目的还是对美视强,朝鲜希望借此增加对美谈判筹码,迫使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取消对朝制裁,进而主动塑造全新的朝美关系。 这次万里经一号军事侦察卫星的成功发射,不仅提升了朝鲜的军事实力,也显示了其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和对自身安全的坚决维护。 这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对朝美关系和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韩国杀伤联系统装上雷达。 对韩国而言,军事侦察卫星一号的成功发射同样具有重要的军事象征意义。 尹熙岳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种更为强硬的对朝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对朝鲜的军事实力提升,感到担忧。 为了缓解这种焦虑,尹熙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化自身的对朝军事能力。 其中,韩国型三轴作战体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个体系由杀伤链系统,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大规模惩罚报复计划三个部分组成, 其目标是具备对朝鲜核武器进行主动摧毁、被动拦截和报复性打击的综合能力。 在这个体系中,杀伤链系统被视为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其目的是通过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遏制其核武器的发展和威胁。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尹熙岳政府大力发展导弹技术,以提升其军事打击能力。 这种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提高韩国对朝鲜的军事打击能力, 同时也能够增强其防御能力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 除此之外,尹熙岳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强化自身的对朝军事能力, 例如,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通过倚靠美国提供的对朝延伸威慑来增强其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此外,还通过加强自身军事装备的研发和生产,以提高其军事打击和防御能力。 总的来说,尹熙岳政府采取的对朝强硬立场和对自身军事能力的强化措施, 旨在缓解朝鲜军力快速提升带来的安全焦虑。 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其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但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增加地区安全风险。 目前,韩国已拥有陆基的玄武系列导弹以及海基的海星2导弹, 基本具备了覆盖朝鲜全境的打击能力。 不过,和朝鲜相同的是,韩国没有属于自己的军事侦察卫星。 一直依赖美国提供军事卫星情报,缺乏自主侦察能力, 韩国首颗军事侦察卫星升空可以说是为杀伤链系统安上了雷达, 确保了韩军的自主情报、坚真能力,半岛安全风险系数骤升。 朝韩射星导致双方军事对峙陡然升级,半岛安全形势阴云密布。 自朝鲜发射侦察卫星后,朝韩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升级, 韩国迅速采取行动宣布终止《九十九军事协议》的部分条款, 并恢复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的对朝坚真活动。 这一举动引发了朝鲜的不满和反制。 朝鲜宣布不再受双方军事协议的约束, 并开始在陆海空全方位恢复因协议而暂停的军事措施。 从11月24日起,朝鲜开始修复此前因协议被拆除的十个非军事区监视哨所, 重新部署无后坐立炮、高射机枪等重武器。 此外,朝鲜还为板门电供同警备区执勤的朝鲜士兵配备了手枪。 在海上方面,朝鲜增加了西海海岸炮炮口数量, 由原来每个哨所一两门海岸炮增加只十多门。 为了应对朝鲜的行动,美国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美国海军攻击型核潜艇圣塔飞号和核航姆卡尔文森号相继来到半岛地区大秀肌肉。 美国太空司令部发言人在被问及华盛顿是否有能力中断朝鲜卫星的侦查行动时表示, 美国可以动用各种手段遏制对手的太空能力。 韩国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韩国宣布从东部战线东北端起修复前线哨所, 并与每日大搞海上联合演习。 此外,韩国政府还将参与侦查卫星研发、物资调配、弹道导弹研发的11名朝鲜人员列入单边制裁名单。 99军事协议的废纸意味着朝韩军事危机管控措施已基本失效, 双方军事部署针尖队卖忙。 相互猜忌和对立情绪激化,半岛地区出现擦枪走火, 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系数骤然上升, 这一紧张局势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担忧, 各方都在密切关注着半岛地区的动向,以期避免冲突升级。 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韩双方都在进行军事对峙和外交博弈。 一方面,双方都在加强军事部署,提高警戒级别,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冲突。 另一方面,双方也在进行外交努力,试图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 然而,由于双方的分歧和矛盾难以化解, 朝韩关系仍然紧张且充满不确定性。 对于这一紧张局势的解决方式, 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双方保持冷静克制,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同时,国际社会也希望各方能够加强沟通协调, 避免冲突升级,维护半岛地区的和平稳定。 然而,要解决朝韩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一事, 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存在多年, 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同时,双方在进行外交努力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 例如,双方对于对话的条件和方式存在分歧, 对于如何落实对话的结果也存在争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 解决朝韩紧张关系的进程将充满挑战和困难。 然而,只有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努力, 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避免冲突升级, 为解决朝韩紧张关系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韩朝射星也意味着双方新一轮军备竞赛拉开序幕, 太空领域成为新战场, 韩朝在太空领域展开竞争, 朝鲜成功射星并计划发射更多侦察卫星, 而韩国也在发展太空军事力量, 计划到2025年自主拥有五颗军事侦察卫星, 双方的火箭发射和卫星计划显示了他们在太空领域的雄心。 如何破解半岛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理论揭示了国际安全环境的两难处境, 一国增强自身安全的手段可能对他国构成威胁, 导致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升级, 最终所有国家都因增强军备而感到更加不安全, 朝核危机和半岛安全僵局也证明, 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 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行为只会加重各方的安全困境, 朝美关系僵持不下, 美国政府固守对朝敌视政策, 忽视甚至漠视朝鲜合理安全关切, 坚持对朝制裁、封锁和强化武力威胁。 导致朝鲜深陷安全焦虑难以自拔, 朝鲜选择拥合自保的强硬对抗路线, 反过来又刺激美韩方面的紧张神经, 导致半岛地区紧张态势愈演愈烈, 陷入恶性循环。 强压之下,必有反弹, 若半岛地区局势失控, 出现擦枪走火等流血冲突事件, 绝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武力威慑和阵营对抗终究不是出路所在, 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与利优官方重回谈判桌, 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有关各方应当按照双轨并进思路, 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 通过对话,均衡解决各自的合理关切, 包括朝方的合理安全关切, 这才是解决半岛问题的根本之道。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